A部分總共會有三個按鈕 一個是什麼輸出公式 輸出公式的結果呢 其實就是各位可以看到 跟那個輸出的底下這個按鈕最大不一樣是什麼 輸出裡面的東西 它是一個公式 那另外呢如果是輸出結果的話是這邊按下去 裡面看到的是什麼 就是一個最後的結果 差異是什麼呢 其實這個有點比較接近Excel裡面的函數應用 這個是比較接近VBA的應用 當然哪一種好 其實我跟各位講啦 反正你做得出來都好 你做不出來什麼都不好 對不對 那哪一種簡單啦 你可以試情況嘛 你有哪一種見招拆招 武林高手還跟你講說我下一招要死什麼招嗎 不會吧 他根本也無招了 對不對 那一樣啦 這些東西渾然天成 你自然而然你就知道該怎麼做 而且你也不用去刻意思考 就會融入到你工作裡面了 OK未來這些東西 OK 把它清除的話很簡單 就把它全部清空 那裡面該怎麼做 其實跟我們前面講過 奇蹟鬼上都講過 所以扶I等於第13列 到最下面一列 OK那寫法的話呢 當然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E一樣Visual Basic 進來之後插入一個模組 所以這邊的話一樣插入一個模組 下方這邊一樣 模組裡面呢一定插入一個程序 那也許這個程序名稱的話呢 我叫做月考 底線公式好了 因為我要這個地方是 把剛剛的公式 幫我直接輸出到VBA裡面 那當然 回圈範圍是 For I等於第13列 到向下追蹤到的那個列 告訴我一下 OK向下追蹤的列 那前面講過 那這個敘述還蠻重要 因為未來 只要你要 向下追蹤 這一行都適用 那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我們的 那個所謂的什麼呢 I欄好了 在I欄裡面 那當然我這邊的話 記得後面東西 會輸出到前面 然後這個概念如果有的話 你就輸出到前面 那裡面要放什麼呢 就是放一個我們的公式進來就可以了 那這個公式怎麼來的呢 基本上 你先打兩個雙引號 把那個什麼呢 把剛剛的公式 就是這個上面的公式把它 複製之後 取消 再切到我們剛剛那個 VBA裡面的雙引號 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我前面講過 1貼上 其實跟上個另外講的一樣 第二個的話 把 如果看到跟I一樣的值 其實基本上就改 13 13有沒有 把這個值呢 改為I就可以了 那將來要 至於要改哪些 我前面好像講過了 你可以先 看一下前面 這個 這個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公式 如果你點下一個 它如果會變動的話 那其實就是 去修改會變動的 那基本上有兩個 13變14 有沒有 所以這兩個地方的話 你就只要怎麼樣 把這個地方改成I 好 那改I特別注意喔 這以後 這個 會需要做這個動作的機會還蠻多的 所以我建議你要熟練 我前面講過嘛 要不然你忘記沒關係 背口訣也可以啊 兩個雙引號 移到中間 兩個end 移到中間 這邊加個I 然後呢 在前後怎麼樣 end前後加空白 這樣就搞定了 有沒有 OK 這個部分一定要熟練喔 因為 未來太多地方 都會用到 然後呢 把做完的 前後雙引號這部分 把它複製 因為後面還有個13 所以你把 前後這個雙引號的東西 複製貼到哪裡呢 貼到那個 我們後面的13 就可以了 把它蓋過去 因為它做法一模一樣嘛 所以把它直接貼上 那它就會怎麼樣 在這個中間 插入一個變數 那13 14 15 16嘛 那會自動變動 那這個原理原則前面講過啦 I其實這樣就一個變數 變數跟字串之間 要能夠串連喔 一定要end的符號串接 所以這個邏輯我想喔 我們做完之後的話呢 就可以直接按下這個按鈕 再增加一個按鈕把它按下去 OK 那就 會自動看到這樣的結果出現了 但是呢 我們後 前面好像有多做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呢 就是小數點 這邊有小數點 那當然呢 你如果做完的話 一般是什麼 把這個範圍 再做什麼呢 去除小數點 這邊有個去除小數點 如果你想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一次性完成 你們要分兩個階段做 如果你要一次做完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哪裡呢 在這個後面喔 加上一個敘述 特別重要 如果你要希望把這裡面的 那個格式有沒有 其實這個是格式 格式改成沒有小數點的話 那前面是什麼做呢 前面是按滑鼠右 其實就是 這邊有一個那個 去除小數點 實際上在格式裡面喔 它就是一個什麼呢 你會發現喔 格式裡面喔 自訂 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裡面的格式就是一個0 如果說你今天要把這個格式裡面這個0 跟VBA連結的話 那你記得就是 可以把這個0 放在一個屬性 叫 Lumper Formate Local 裡面就可以了 OK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呢要 當我輸出資料的時候 順便把這個0去掉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把那個 這個後面喔 補一個格式化 沒有小數點 假設我這邊喔 要做格式化沒有小數點的話 那你特別注意喔 先打一個Sales Sales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 先加這個刮弧 再加Lumper Formate Local 不過喔 特別注意加了刮弧之後 你按點喔 它不會有清單出來 所以理論上我會講 先點 先打Sales 點 再打Lumper Formate Local 其實喔 點下去之後呢 其實Lumper Formate Local 其實還蠻長一串的 那比如說你要打這個字還蠻麻煩 我習慣用的 點下去 它會有跳出 這個清單 那我就怎麼樣 用選的就可以了 打個N就可以了 Lumper Formate Local 然後呢 你只需要什麼 把這個Lumper Formate Local 這個實際上等同於 我們剛剛按滑鼠右鍵 儲存個格式裡面那個有沒有 有個公式那個地方 那我丟一個什麼東西給他 雙引號兩個 那其實裡面就丟一個字串 就0就可以了 剛剛講過0 代表的就是整數喔 OK 那不過特別注意啊 因為我剛剛喔 是先 點 前面忘了沒有先加那個什麼呢 刮壺 所以記得要把這個刮壺補上 這個刮壺 後面再補上 你想說老師為什麼你後面再補上了 因為如果你現在有刮壺 你把它點一下 你會發現 他這個清單不會出現 所以 但是 這裡可能要特別出現 因為之前同學 都很容易 忘了把刮壺再加上去 就直接怎麼樣 直接就是 剛剛那個 刮壺沒有補上去 然後呢 就直接 就直接開始 做後面的 後面的事情了 就會變成怎麼樣 這個所謂的Sales 指的就是這個工作表裡面所有的儲存格 那就可以怎樣 所有的儲存格都變成沒有整數了 OK特別注意喔 那 加了一個刮壺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 這一個儲存格而已 所以兩者不一樣喔 Sales指的是這個工作表的所有儲存格 那有刮壺是那個儲存格而已喔 那個儲存格幫我 變成沒有小數點 那我們做完之後的話 基本上我們來試一下 剛剛 他會 直接就是輸出那個 有小數點的 把它清掉 清除 然後我們再跑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那我習慣是按F8啦 也許你按F8 F8的話就主行 那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先輸出 目前輸出的結果 有小數點 可是經過了這一行之後會怎麼樣呢 特別之外 這行還蠻好用的 直接按一下F8 下一行 有沒有發現 他現在的小數點就不見了 所以 這一行 其實你們也可以稍微記一下 以後不只是在這裡啦 以後如果說你希望怎麼樣 在任何地方 你要針對 儲存格去做 那個 按右鍵儲存格式一樣動作的話 其實只要記得藍本Formel 就可以了 這還蠻好用的 任何的格式都可以喔 你只要怎麼按右 那個制定裡面 把那個公式 貼到這邊來 就OK了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 其他就把它執行 那你可以看到 這裡面的話 就完全 沒有小數點 OK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如果希望怎麼樣 輸出的時候 假如說我要什麼 直接輸出結果 那直接輸出結果的話呢 基本上前面也有提過啦 不過 可能你要注意一下 那我要怎麼樣去 把剛剛的這個 VBA直接輸出 那大家一定第一個 跑個回圈 For I 等於第13列 到最下面列 對不對 那第二個的話呢 那我程式應該寫什麼東西 放在Sales Idea的Iran呢 基本上 因為我們剛剛 丟的話是丟什麼 三波打 可是VBA裡面 我印象中好像沒有三波打這個函數 VBA裡面喔 沒有這個三波打函數 那怎麼辦 如果沒有函數的話 那你只能 尋 剛剛的 第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就是用什麼呢 公式串接 有沒有 D13乘上D11 加上E13乘上 D11這個公式 只是說呢 我要把這個公式呢 把它轉成VBA OK 轉成VBA 那特別注意喔 我的習慣是這樣 如果你的位置 假如是 有鎖定的話 是固定的 有錢的符號的話 那我都會盡量用那個 Range物件 為什麼 因為Range物件 比較好 去指向哪一個儲存格 用Range就可以 但如果說你沒有鎖 它的那個 列 或欄會變動的話 那我會用Sales物件 Sales儲存格 所以我程式的撰寫會怎麼寫 基本上就是 一樣 有些程式我一樣的話 你甚至可以把上面公式 拿來複製貼下來改 有時候會反而比較快一些些 那我要怎麼去把這個地方寫出來 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喔 把它建一個那個 插入一個程序 名稱叫做月考 那後面的話呢 一樣喔 跑個回圈 For I 等於最下面列 那公式裡面的話呢 其實你可以比對什麼 比對剛剛這個公式 這個公式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 這個儲存格 好 那其實呢 我們只是怎麼樣 我的習慣什麼 反正我就看上面的公式來 直接做轉換就可以了 轉換怎麼轉 如果沒有鎖用Sales 所以我這邊的話用Sales 瓜糊 哪一列呢 他告訴我呢 13列 那13列的話基本上會變動 所以我把它改成I I列的哪一欄呢 D欄 所以我這邊 有沒有發現 D13 就改成這樣子 然後乘上什麼 乘上 有鎖 前面有前的Val 所以我用Range來表示 Range 錢瓜糊 然後呢 怎麼 D11 這樣來表示 OK 應該可以看懂吧 這邊 畫面 我把它再往下一點點 這個 太上面了 OK 好 應該可以看懂吧 反正以後的寫法 如果你要翻譯的話 就類似像這樣子 這個 改成這個 但是如果有錢的符號呢 你就把它改成這樣子 因為蠻多同學都常常問說 老師為什麼有的時候你用Range 有的時候你又用Sales 那很多地方不是一樣嗎 那你乾脆就用一個就好了 那有的時候我的習慣 所以我剛才講 如果你有錢固定的地方 你就用Range 因為它不會變 只要是那個位置 不會變的話 那我用Range 那為Range的好處就是說 它那個比較好理解 D11嘛 只是前面加一個Range而已 如果你會變 因為你這個13下面會141516 一直往下 那我用Sales 只是說把那個位置 改成I而已 OK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 這個是我習慣的邏輯方法 大概就是主要是使用這兩個物件 去幫我 產生那個自動控制的這個邏輯 好那後面的話一樣 這邊把它怎麼樣 後面再加 加上 所以其實 比較聰明的做法是 你可以用複製貼來改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Ctrl鍵按住 這邊把它改成 1 這邊改成1 然後代表它怎麼樣 後面呢 再一個 加號加上F 所以這邊的話 複製 Ctrl鍵按住 或者CtrlC CtrlV也可以 因為我習慣用什麼 用Ctrl鍵還蠻好用 寫程式有時候 Ctrl鍵按住 一拖一拖一拖 你會發現 程式 就很自然的 很多東西就產生了 所以很多東西你會發現 這一招還蠻管用的 用Ctrl鍵按住 加拖拉 做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 把這些串完之後 就可以直接輸出了 輸出完之後看到的結果 看一下這邊 直接輸出 基本上呢 看到的結果也會跟剛剛 一模一樣 差別是什麼呢 差別是這裡面 放的是一個最後的結果 而不是一個公式 差別在這裡 就是你在 VBA裡面計算完 再丟到儲存格裡面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請各位試一下 可能需要注意的一點就是說 因為後面的公式 太過冗長了 所以如果你希望怎麼樣 希望把它折行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在 運算符號的 我習慣在後面的空白 後面空白呢 再加一個底線 你不要直接Enter Enter會產生錯誤 你要怎麼呢 就是在運算符號加跟層的 後面的一個空白處 加上一個底線 再按Enter 你會發現呢 它就不會出現錯誤 關鍵就在哪裡呢 在這個底線 underline 它放的位置 就是運算符號 後面空白的 這個 後面空白的後面 再加一個底線 它就會幫你怎麼樣 把上面跟下面一行 接在一起 然後這邊的話呢 請你加一個TAB鍵 把它 TAB一下 這樣會比較清楚 我的習慣寫法是這樣 就是 它跟它是同一 行 可是呢 我下一行呢 我習慣前面加一個TAB 那這樣的話呢 程式看起來也比較清爽 一目了然 所以你會發現 我還蠻強調那個 VBA的寫作的習慣 記得就是 一定要該縮牌的地方一定要縮牌 該加註解的地方也要加註解一下 OK 那請各位試 清楚的話 我想 前面都有講過啦 所以請各位 分別把這三個按鈕 分別把它做出來 1 輸出公式 2 輸出結果 3 再把它清除 兩者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 輸出公式 輸出 結果 那其實使用時機是這樣啦 因為如果Excel本身就有那個函數 但是VBA裡面沒有 那怎麼辦 很好用啊 那不然我就直接輸出公式到儲存格就好了 對不對 這樣的寫法有時候反而 變成說 這樣的好處是 左右逢圓 VBA有 我用VBA VBA沒有 那我用Excel 所以兩者的資源我都可以享用了 我就不用特別去想說 這地方該怎麼寫 這兩個方法的話 各自有各自優缺點 不過習慣上 還是會以VBA為主 然後輸出公式為輔 因為主要的原因啦 因為你如果輸出公式的話 相對起來 它變成說 你如果輸出 那個月考的結果 它裡面資料很少 但是如果你輸出公式 你會發現這裡面一堆公式 那相對起來 存在Excel裡面的檔案 當然還是公式會比較長 為什麼它佔的公式數就比 結果來得多很多 所以如果你將來的資料量非常大的時候 那如果你用動態輸出公式 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會越來越慢 然後檔案會越來越大 所以這個當然 如果檔案小的話 沒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你檔案大的話 那自然而然 你會發現 怎麼好像跑得比較慢 那怎麼辦 沒辦法 如果你有這個問題 那你可能就是 你要用第二個方法 直接用VBA做好再輸出 它佔用的那個空間 還有佔用的 資源相對的會比較少一些些 OK 所以這部分呢 請